Hello,大家好,我是阿宁,我们现在在西藏林芝的索松村,这是咱们自己的民宿,今年2024年林芝索松村的桃花节,然后分会场,是在咱们自己民宿的这个停车场举办的,因为咱们这个停车场啊,背对就是南加巴巴雪山,然后又是在整个村子的最前面,然后特别特别荣幸啊,小伙伴们,大家看到没有,这边是这个应急电源车,然后那边是电力工程,然后 这是咱们停车场啊,咱们停车场后面就是南加巴巴雪山,然后村子里面看,村子里面至少有几十家民宿,但是呢,桃花节是在咱们这个民宿的这个停车场举行的,特别荣幸啊,来,给大家看一下啊,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二楼的大露台,像这样重要的场合,在哪举行就说明非常认可这个位置的 啊,交通便利啊,还有这个风光啊,都是非常非常认可的,小伙伴们,现在雪山露出来越来越多了,希望今天啊,音乐会场举行起来的时候,希望南加巴巴能够全部露出来 小伙伴们,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萝卜,就是以前五年前,我刚开业的时候猜,萝卜给咱们厨房里面切菜,然后切着切着把自己的手都给切了 这三块还在,我看一下那个伤疤,这个还在,伤疤还在,伤疤还在,伤疤还在,然后现在他们要打舞台吧,不知道在哪打舞台,反正椅子啊,什么什么,还有那个什么,矿泉水现在都在 哇塞,小伙伴们感觉怎么样 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节目,问一下,人家这个是办活动的,今天晚上有没有节目,就唱歌,就唱歌,自己也可以来唱,办门,门口堵车了啊,我的个天,走,进去看一下今天晚上生意怎么样 现在还没有正人八经到饭点,现在吃饭的人还有点少,小伙伴们,大家看到没有,消防车都来了 看,中国邻居消防,太帅了 我家的小伙伴来了,就是往骨折上面打 啥,你再说一遍 打骨折 完整的话说一下 就咱俩小伙伴来了,肯定要打骨折 我的天 那两个房间是给他们这个会场的男演员和女演员免费用来换衣服的 中文字幕志愿贵